最近有网友在停车场看到了一辆白色休旅车停在坡道出入口转角让他很傻眼 不过停车场管理员也出奇招直接在车窗贴上了大字怒呛自私鬼 还在椅盖放上了三角锥让网友看了拍手叫好 你有看过这样停车的吗 近日有网友在网络上发文表示自己在停车场看到这样的景象 一辆白色休旅车大啦啦停在坡道转角处 占据坡道出入口约四分之一的空间让原po超傻眼 仔细一看管理员也不好惹直接用白纸写着自私鬼不要把车停在车道 14张A4只一张一张贴在车窗上更直接在引擎盖放上一个三角锥 照片曝光后网友大赞管理员的做法认为这样停车超没水准 不过也有人幽默表示看起来就像迪士尼卡通人物雪宝 也有人觉得那是椰蛋帽好应景 其实为了个人方便造成他人困扰 网络上的个案也不少 像是这一台疑似占用私人车位被写上恶霸停车 还有这一辆被贴上好几条胶带写着 社会就是有这种不管别人自己好就可以 车位主人更霸气留言不高兴打给我 停车纠纷经常上演 但是私情处理还是要注意是否毁损到别人车辆 以免惹祸上升 这台北综合报导